比如说真情劳动仲裁 他们又说有那事儿联合 或者是害怕这个单位有什么不公正的待遇 这些现象其实也是存在的嘛 不说是多数少数 其实有的嘛 但是你也是赞成的对吧 我赞成什么 您的观点就是有这种现象吗 我没有提到过这种现象的问题 对啊 你也赞成有这种现象吗 他们就是一种表达嘛 我没有提到过关于后面现象的问题 你直接说你的观点吧 不需要你帮我总结我的观点 对啊对啊 所以说问题 比如说有些人不敢去申请劳动仲裁 还怕不说工作没有的话 害怕会被所在的单位啊 公司重点照顾 或者是说怕以后找不到工作 害怕各个公司他们搞串联 他们担心有这种现象 所以说你应该承认是有这种现象吧 哪怕的是个例是少数 但是有这种现象 以前有一个人说 你能直接说你的这样一个观点吗 我说了我不需要你来替我总结我的观点 你直接说你 我的观点就是这个 我的观点就是这个 这种表达本身是没问题的 还有个人吐槽 说现在社会分配不公 他就完了嘛 你也承认现在确实社会分配不公 但是应该是这些人表达 我就是你第二次帮我总结 我说了你有什么观点 你表达你不要你再退我总结 这些人表达本身是没问题的 我再说最后一遍 你有什么观点 你直接说你的观点 不需要你替我总结观点 你有观点要说吗 有的说 没有的话你就直接下去吧 所以说你应该赞同他们表达 我赞同他们 首先他们表达出来 他们表达出来之后 那让那些有能力去解决 或者说有责任去解决的人 应该让他们去解决 我们人民发生 我们人民现在 有现在这样种种的困境 现在有这样种种的问题 至少我们表达出来了 把这个问题摆出来 让那些有责任去解决的人去解决吧 这个逻辑是没问题的 那您在这里 就是不应该跟他们 进行这种所谓辩论和兑现 因为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嘛 你如果是希望这个村好 希望这个国家好 是不是应该赞同他们的观点 或者是帮助他们去表达 或者是和他们一样的观点 和他们一起去表达 你在这帮我 那半天的我的这样一个观点 在你的总结我的观点里边 我的每一样观点都是认同他们的 现在你又说 我不应该帮他跟他们去进行辩论 你不觉得你自己很矛盾吗 你刚才帮我总结了 至少我三个这样一个点 每一个你都说 胡律师其实你也就是这个样子 你的观点就是这个样子 你去帮我总结了三个 胡律师 我这边为什么要跟他们去进行辩论 你都说 在你的那一套逻辑观念里边 在你帮我总结的逻辑观念里面 我都跟他们是完全一样的 那你说我在认论什么呢 您总是说 应该他们去提出解决问题 或者是他们应该去 用法律的这个工具 来维护自己权益 但是他们也提出了自己一些困境 自己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 首先你应该承认有这种现象吧 你不能否认这种社会现象吧 比如说他们会认为 如果说在提供裁的期间 可能会被单位协私照顾 或者说 用你up主最喜欢的一个 举的例子来说 那我问你 你承不承认这个世界上面 有交通事故 承认呢 那你还上什么街 那你别上街了 你上街就要被出门 就有可能会被 就可能被车撞 你上什么街呢 但是上街和这个 但是上街出现交通事故 国家也在出 出台其他的法律法规 和治理的 治理的那个内向 我们也在制定交通法 要求每天在巡奴 那他们现在遇到的这种困境 国家有没有做 有没有看到 或者是有没有意愿去解决 这个是两种两个东西 对吧 你看你偶像的视频 你的偶像的视频 已经拿各种人设部 拿各种人大的这样一个文件 在说了国家 在解决这个问题 你这边怎么反对他呢 你反对人家 我这边有点不同意的 人家不是说了吗 人家就是我的东西 不就是说拿各种人设部门 拿各种劳动部门 拿各种人的话 拿这些文件 再跟我讲 国家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在看到了这个问题 国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国家一直在着手改变这个问题 他的视频里面 不是讲的清清楚楚的吗 那你怎么又反对了呢 你怎么反对他 他国家出台的那些文件 是现行的 现在这个政会问题 现在就是有劳动纠纷 我们来提出几个问题 而不是他们面临困境的时候 国家去解决的 如果说他们面临这种困境 国家有这样的相关的法律法国也好 或者说是有这样的主观能动性也好 他们就不会有这样这样的吐槽了 比如说我在身体劳动中心的时候 我怕单位重点照顾 我怕以后找不到工作 怕以后HR串联等等的这样的问题 这些国家是没现在是看不到的 或者是国家没有主观意愿去解决的 所以说现在人民表达出来了 刚才跟我讲的是什么 你刚才跟我讲的是国家 HR联盟这个现象你是有的 对吧 那你这个有多少 那如果国家看到了这个 但是国家不关注 并且对这个东西完全不处理 那不应该全部都是HR联盟吗 那你为什么又跟我在那边说 HR这个联盟现象是存在的 你总会是承认的吗 它是一个是随着时间发展而变化的吗 它可能一开始有几个 但是现在有些人找工作可能比较困难了 但是它可能在试探国家的一个态度吗 如果现在不去处理或者是不去关注 或者是不用自己的 你不是在你的观念里面 国家已经有态度吗 只管他们呀 你在你的观念里面 国家的态度不是已经表明了吗 它是一个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去 现在只是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 如果现在国家不去重视的话 发展到什么阶段呢 将来的 发展到什么阶段呢 可能这种现象可能就严重 就像一个肿瘤一样 可能以后就 坏了一种 您说您说 您说 你说耳机坏了还是耳朵聋了 没有没有 我在听您说 那你回答我呀 我不是在回答你吗 我问的什么问题呀 我说这种现象 我问的什么问题呀 并没有具体的 我刚才问的什么问题呀 您刚才问这种现象 国家的态度是什么 所以说嘛 那你这边就是七秒继续 你要么就是七秒终续呀 不对呀 七秒终续 你不应该应记得更新的吗 所以说那里还是耳朵有问题呀 如果你这边信号没有问题的话 所以说 我问我现在不是正在回答你吗 我问的是什么问题呀 你问这种 对二搞串联的这种现象 我问他现在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发展到什么阶段 有一些个例的现象吗 你也承认是个例的现象是吧 对我也认为是个例的现象 不能说没有 但是应该起码有这种现象 不是普遍 只是求是嘛 对 有这样的现象 但是治理者并没有去打击这种现象 你怎么知道是没有打击的 没有打击的话 为什么这还只是个别的现象 那如果打击的话 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呢 您能举这些说明吗 他什么方式就是 他通过什么方式 不允许去搞这种现象 那这东西你自己去查呀 这边要我告诉你干嘛 我们从结果角度上面来说呀 如果说这个联盟存在 是完全有利于单位 是完全剥削劳动者的 国家对此又完全不管 而HR联盟这个词好几年前就已经听说过了 至少我就好几年前已经听说过了 国家又完全不管 以及到了现在这个阶段 几年以后过去了 你跟我说这还是一个个例现象 来你既然已经特别关注HR联盟 你告诉我最新一次的 你看到的关于HR联盟的报道 是在哪一年呢 你来回答我 哦 我以为您是法律工作者 您对这块有专业的司法解释 原来你也不知道 这跟司法解释有什么关系 那他其实就没有相应的法律法 我以来去限制这种现象 那可以这么理解 那就是有这种个例的现象 那我们不能否认 还是有一部分有责任的企业家 他通过 你告诉我 你最新一次看到的 关于HR联盟的报道 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我不关注这方面的报道 我不关注这方面的报道 我这边没有告诉你 HR联盟的这样一个处理的 所谓的法律法规 专门出台 这就是国家没有专门出台 针对于HR联盟的 这样一个法律法规 你这边呢 专门拿这个东西来进行怼我 结果是你在什么时候 听到的这个东西 你这边都已经完全不知道 并且你以此为由来嘲讽我 我不是嘲讽 我不是怼你 什么时候用不文明的语言了 嘲讽是代表不文明的意思吗 我说你用不文明语言了吗 你没有怼我 我没有嘲讽 我也没有怼你 我最多就是咨询交流 全程都是一种平和的一种态度 很谦卑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那天听的切片 我认为有这种现象 但是我认为这个方面 你告诉我 你在哪边看到过这种现象呢 你告诉我这可以吗 你是在哪边看到过这个现象呢 因为我平时 我现在是 我首先我那天看了切片 什么切片 你当过 什么切片 什么切片 那个 就是你这一点 这二从二三号到今天的所有切片 都看了 有一些 你看到这个切片 你就悟到了一个H2联盟 看到了所有跟您兑现的一些劳动者 和上南给您表达的观点 我认为有这种现象 你是怎么认为有这种现象的 你是怎么认为有这种现象 你是怎么认为有这种现象的 你耳朵又聋了吗 好好 我回答你 认为 因为我认为劳动者说的是真实的 为什么你认为劳动者说的是真实的 因为他没有撒谎的必要 他一定是现实中面临了这种困境 上来想跟您交流解决的办法 他以为你是站在劳动者一边的 但是他没有想到 你会用那样的方式来污蔑抹黑他 他感到很意外 我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污蔑抹黑他了 因为你强烈的要求让他自己去解决 按照现行的法律法规去解决 并且要求你认为 现在的法律法规是正确的 他们提出的问题是错误的 而且您站在了资本 站在了资方 站在劳动者对立面 所以说这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 他们上来只是表达自己现在工作面的那些困境 比如说再提起劳动者来 然后害怕单位 下怕公司协司照顾 害怕那个二二联盟会导致自己以后就业困难 他们上来是想解决问题的 因为您是一个法律工作者 他们以为您会站在劳动者一方 站在劳工的一方 但是没有想到现在是这个局面 他们感到很意外 那我最后来帮你总结一下 因为给你的时间差不多了 给你画面时间也绝对够了 总结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两个脸 你认为上来跟我讲这个问题的那都是劳动者 然后劳动者是没有任何理由去撒谎的 所以说他说什么这边就是什么 你这边绝对相信 即便你没有去查询过相关的这样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以及事情发展的这样一个后续 你坚持认为这个事甚至会愈演愈烈 仅仅只是因为你听到了一个上线的劳动者 跟我说了这样一个事情 你认为我是在抹黑污蔑劳动者 抹黑污蔑的方式 是告诉他可以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进行维权 让他尽量要去相信法律 不要被一些人扩大的 肆意扩大 或者说渲染的那种劳动维权的这样一个难度被吓到 这是你的这样一个观点是吧 最起码现在的治理者 现在没有听到劳动者现在面临这种困境 你没有替他们去表达 而且你还在用兑现这种方式去攻击他们 如果你正常方式应该去表达 你上来跟我是 我这边也给攻击 就是利用舆论的这种风向 让治理者看到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困境 你要关注一下 有没有治理的智慧 有没有治理的主观 有没有解决的主观能动性 知道吧 因为你要知道现在人大也好 政协也好 它都是精英阶层 它是没有劳动者在理人 你懂吗 就像我们制定法律的时候 可能有一个劳工在里面去当人大代表吗 这是不可能的 但是绝大多数都是企业家 要不就是影视明星 看过新闻节目都说不出来 但在他们的阶层 他们可能会面临这种困境吗 他们可能愿意去制定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法规吗 或者是政协委员也好 他们可能会愿意提出这样的提案吗 因为他们自身没有这种困境啊 他们干嘛要提出这种议案呢 如果我们劳动者现在已经发生了 说实话 他如果再坚持呢 也就算了 人大全部都是高官啊 里面完全没有劳动者 真的 但凡看过新闻联播也说不出来这样的 连新闻联播都没看过啊 什么东西都不懂 就在这边放出来这种屁 人大没有劳动者啊 他说的啊 现在的人大代表都是高官啊 到里面完全没有劳动者啊 全部都不为劳动者说话 他看过几个人那提案啊 我真的是 为什么我一开始没有把它挂掉呢 你们不都催我说十分钟把它挂掉吗 对不对 多给他一点时间 说着说着 这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 到底是什么人 这不就出来了吗 对不对